这是俄罗斯格斗史上一场天王极乐大型盛宴 除了这些血脉喷张的观众 还有俄罗斯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们高举了画像全部起立 用最热烈的掌声等待一个人来临 这个外表冷静的光头大哥 就是让他们为之疯狂的原因 他们用最尊重的方式 欢迎着这个男人的入场 他就是格斗界的传奇人物 菲多·艾米莲科 这是发生在2012年 菲多离开列台的告别战 可以说整个俄罗斯都给足了菲多面子 他只用了一分24秒 就轻松击败巴西·李佐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按下了暂停的按钮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 也在当晚各界名流眼前 以40岁的高龄在首回合降服对手 让所有嘉宾眼前一亮 他叫做杰夫·蒙森绰号雪人 精湛的八柔技术和身后的摔跤功底 曾在各种柔术比赛中 多次用残酷的降服斩获冠军 当晚表现最优秀的两个人 一位是格斗沙皇菲多 一位是柔术汉将蒙森 两位当晚最佳 却在一年前的M1挑战赛中 刚刚经历过一场雪战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 这场极度残暴的猛男对决 关于双方选手的介绍 菲多这边可以直接跳过 以前的视频已经介绍过太多 观众们只需要记住一点 俄罗斯格斗的灵魂人物 也一个重量及时代的 No.1 接下来的视频部分 就留给陌生的雪人蒙森吧 1971年1月 蒙森出生于美国圣保罗 曾在高中时期练习摔跤 后来成为NCA一阵摔跤手 除了有着强悍的身体之外 蒙森的头脑也足够聪明 他不仅拿到了心理学硕士学位 还在毕业后当了五年心理咨询师 不许这有家长眼中 得知体权被发展的优等生 在担任心理咨询师期间 他不断地参加柔术比赛 甚至快捷到综合格斗 在拿下几场胜利之后 他毅然决然地辞掉工作 1997年开始综合格斗 曾经在多个你听过 或者没有听过的赛事参战 从西装革领的心理咨询师 到擂台拳拳到肉的格斗家 雪人蒙森的完美蛻变 也成为利明真正的斗士 这场比赛发生在2011年 正逢飞多生涯的低谷期 在此之前他战无不胜 长达十年时间无人可挡 甚至成为了重量级的最强男 但自从2007年开始 离开老东家的格斗沙皇 逐渐成为利明格斗浪人 在不同的格斗赛事颠沛流离 最终在Ciric Force赛事 被岳父温顿破了不败金身 随后又输给了大脚斜尔瓦 和普刀狂魔丹亨德森 让统领重两级的霸主 一度坠落到无尽深渊 甚至亲手打架的江山 也将面临着朝夕不保 所以这场莫斯科首秀 就成了飞多的救赎之战 随着飞多的一拳重击 宣告这场恶斗正式开打 飞多的打法简单粗暴 没有花里胡哨的炫技 但随便一个额式大摆拳 就能让对手提前下课回家 飞多一次次用低扫踢 狠狠地抽在对手的大腿 而雪人蒙森这边 却始终保持警惕 飞多一旦发动进攻 他就选择大步撤退 丝毫不想跟飞多 进行不理智的换拳对轰 接下来雪人蒙森看准飞多出拳的空档 直接选择了下潜暴摔 却被桑博出身的飞多 用一招漂亮的接话发 瞬间扭转乾坤反制蒙森 职业摔脚手出身的蒙森 就这样被飞多按在了地上 同样进入地面后的飞多 并没有打算和蒙森久战 而是看准时机金蝉脱鞘 一位经验丰富的格斗家 是绝不会用自己的短板 去轻易触碰对手的强项 双方回到战力没多久 飞多就再次展开了攻势 一招额式大摆拳开路 虽然这一重拳扑了个空 但进攻的战火却并未停止 前手摆拳后手勾 第二次送蒙森进入到地板 很想用地面砸拳做个了断 但却被下位的蒙森 用双臂缠绕难以施展 于是乎飞多一个转身 再次回到战力 就是这么飘逸 就是这么随意 可以陪你地板翻滚 也可以随时说走就走 爬起来后的雪人蒙森 还没来得及喘上一口气 就被飞多的组合大炮拳 第三次打得趴在地上 飞多是怎么打怎么有 仅仅用了一个回合 飞多就完成了三次击倒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飞多找到防守空档 用一句精准的后手炮拳 对蒙森说 躺下吧你 蒙森说 是 啪的一下 蒙森乖乖地躺在地上 这就是飞多的站立碾压 没有过多的花里胡哨 只有致命的 简单粗暴 蒙森启动爆摔 飞多快步流行的撤步 用身体的重量压倒对手 蒙森的眼神中 却透露着难以置信 自己最擅长的摔柔技 却在飞多面前 形同虚设 这到底是什么鬼对手 接下来的比赛 也逐渐进入到一边倒 重拳击倒 防守反摔 第六次击倒 站起来倒 倒下去再站 无论蒙森怎么做 不管进攻还是防守 不管站立还是地面 他都对飞多 束手无策 第三回合还没结束 蒙森就已经满嘴吐血 奔腾的鲜血染红了胸膛 雪人真的变成了雪人 蒙森已经是拼尽全力 尽管全方位被碾压 尽管一次次被击倒 但他还是选择继续战斗 血战到底的硬汉精神 也得到了观众的尊重 最终双方打满了三个回合 飞多无可争议的赢下了比赛 赶走了笼罩在内心的阴霾 得到了大地的肯定和嘉奖 而输掉比赛的蒙森同志 本着打不过就加入的态度 成为立民地道的俄罗斯人